50岁以上不能合租 很多打工人表示心碎了 最近济南那些中介明确表示 不为50岁以上的寻租者提供住房合租服务 有的中介甚至将年龄上限设在了40岁 为啥50岁以上不能合租呢 中介的解释是 担心大龄租客的续租能力差 怕在房内出事 尤其是一旦有意外 中介难以向房东交代 还有就是年龄差异可能带来生活矛盾 确实现实中很多年轻人不愿与中年人合租 中介和房东为了避免潜在纠纷 设置年龄限制似乎也能理解 但这让大龄租客该怎么办呢 对大多数租房人群来说 如果能买得起房 不太会有人想一直租房住 但在大城市里房价高不可攀 许多人工作多年也买不起房 平台方面说 大龄租客可以选择整租 但大城市房租也很高 若有钱整租 何必合租呢 上了年纪工作机会减少就算了 连找个合租的地方都要面临年龄限制 这确实让人很难受 不过担心归担心 要说40岁或50岁以上 完全无法合租 可能也有点夸大其词 并非所有地方都对合租人的年龄设限 现在市场上房源充足 只要不是非常抢手的房子 房东对租客的要求也不会太苛刻 但只要限制 租客们就很难不焦虑 对于大龄租房人群 社会应该提供更多的支持 比如政府可以提供不限制年龄的公租房 租房平台也可以提供更多 适合大龄租客的合租选项 对于在城市里打拼的所有人 无论年龄大小 都应该有平等的租房机会 对于大龄租客的处理 对于大龄租客的处理 尽管一下